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来源律师邓宏 让我们知法说法据理力争 川普今天在乔治亚州展开了大战 有两个事情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他已经向乔治亚州 法院递交了他的这个陈述书 要求法院撤销对他的刑事指控 另外一方面在这个检察官 Villis现在也遇到了麻烦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川普今天想向法院递交了这份评论书 要求法官撤销所有对他的指控 我们知道在乔治亚州 川普被指控所谓的RICO 违反的乔治亚州的反黑连作法案 他连同另外18名被告一起 共谋要推翻乔治亚州的选举结果 里面提到川普打电话给当地的州务卿 要求他找到一万一千多张选票 来推翻这个结果 并且川普还有他的助手们 一起安排另外一批选举人 想办法到Washington DC推翻民主党的选举人票 换而换成共和党的选举人票 当然说这种做法 他说已经是触犯了乔治亚州的法规 并且乔治亚州也有向联邦的反黑连作 RICO法案 这个法案就是针对黑社会 只要你帮忙以后变成一个黑帮职团 就用这样的法规 当然川普引用的法规里边 他指纵两项最重要的要求撤销这个案件 第一他引用了在最高法院 在尼克森判案这个案子 他这个案子最高法院 当时在调查水门事件 特别检察官Fish Gerald向白宫 还有尼克松发了传票 要求将白宫的记录调给特别检察官 但是尼克松的白宫律师 他打官司 他说我们总统享有绝对的privilege特权 不受你们特别检察官的传票 这个案子达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当时对在尼克森的判案 做出了一个决定 就是说在总统执行他任务的时候 不能够他可以对民事形势行政法 都有免责的特权 也就是说我们要让总统专心的做事情 并且他在执行他的总统职位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妨碍他的工作 所以任何的刑事调查 民事官司还有行政的这种传票 他都可以不理会 这个是总统的特权 他就引用下来 他就引用了最高法院的判例 他说我就是总统这个职位 就是享有这个免责权的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所提出来的就是所谓的supremacy 一个州政府跟联邦法在抵触的时候 联邦法是优先于州的 在这个判例 你可以看得出为什么 这个幕僚长也是共同被告 Marmattles两度要将他的案子 从乔治亚州转移到联邦法院 其中提出的理由就是 第一他作为一个联邦的职位 你们州没有这个权利来管联邦的职位 第二个就是Marmattles 他是替白宫这个做事情的 他应该也享有免责权 当然他要想办法在做这个部 他要想办法将这个案子 从乔治亚州州的法院 转移到联邦法院里边去 但是联邦法院的自由派法官 还是这个不让他转 他上诉到乔治亚州的上诉法院里边去 上诉法院也不接受他的转案子的请求 在18个被告里边 已经有4名共同被告 让这个Willis的话 这个检察长的话 就是这个已经是同意 让他们清判作为污点证人执政川普 剩下14名这个被告还在打官司之中 而川普递出这个动议 最重要就是说 你乔治亚州没有权利来管联邦总统的职位 另外一方面你就要告我们当时在1月6号川普还是总统的时候 并且这个案件的话就是在选举之后的时候发生的 选举结果川普有这个权利 他知道他认为乔治亚州有舞弊的行为 并且的话他叫人去调查 这个是作为一个联邦的行政首长 他要确定选举是公平的 这个没有任何舞弊的行为 所以的话他这是他履行他职责的一个范围 所以的话他要求乔治亚州这个调查 并没有做任何要推翻或者是这个违反乔治亚州这方面的法规 所以的话这个部分有可能 那当然的话这个案件如果是法官同意川普所提出的动议 这个案子就到此为止 但是这个法官会不会这样子做 估计的话在两个月之内法官可能会对这个动议进行一个听证会 当然另外一个开在乔治亚州的话 现在变得更加有趣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常常说律师打官司不是只是在法庭上来打这个判例 而是针对对手开始找他麻烦 是不是有利益冲突啊 是不是有这个不当的关系啊 这个律师应该不应该做这个律师呢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今天这个另外一个被告 也是川普新边的顾问 他所拼请的律师啊 放出了一个炸弹 这个炸弹的话就是要求检察官 Willis的话 撤销对他客户的指控 因为Willis跟现在负责起诉这个案件啊 把这个川普案件这个这名叫Nation Wade 有情侣关系 当然啊 这个检察长 检察长Willis 他是民选出来的 而他为了对付川普这个官司 他在外面请了律师来帮忙 而这名名叫做Nation Wade这个律师 他其实他是外面的私人律师 而Willis专门请外面的律师来对付川普 还有所有的被告 因为有18个人的被告 所以检察长办公室没有那么多的人 所以在从去年开始 Nation Wade已经让这个Fooligan County 已经花了64万啊 这个这个律师费 当然这是纳税人所出来的 那么多的被告 请外面的律师无口厚非 但是问题就出来了 这两个是有情侣关系 有利益冲突 所以因为检察官 他的职责是要向选民纳税人负责的 所以对他来说 他按照计时来算 他没有任何动机会想办法和解 我找出真相 会为了钱而不断的来这个拖下去 而这两个人出生 两个人一起去巴哈马 一起到Navada Napa Valley 像情侣一样 所以现在被告 他说你这个检察官有利益冲突 请来外面请的这个特别检察官 是属于跟你是有情侣关系 而这个情侣关系 你应该让选民知道 并且有利益冲突 要么你不 所以他就是以这个理由 说这个特别检察官 是有问题的 而要求撤销整宗案件 这两个案件的话 当然都有可能不会撤销 这个 所以从目前这个阶段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 打官司永远都有新的进展 有新的策略 当然现在目前来说 乔治亚州要 现在还剩下14个案件 还要继续打下去 还有一段的时间 川普当然如果赢了 他所提出了这个东义 要求撤销 那对川普来说 这个案子就可能到此为止 而他们状告18个被告 并不是真正要18个人都会坐牢 而是让其他18个人 出面指振川普 想办法将川普定罪 不过来说 看样子川普里边 很多被共同被告 还是非常忠诚川普的 愿意跟川普站在一起 而不愿意出卖川普 在周末的时候 民主党领袖Chart Schumer宣布 他已经跟众议院的议长 Mike Johnson达成了 这个预算案的 初步达成的共识 同意同在1月19号之前 两院通过1.66兆的预算案 当然这个预算案 这个Chart Schumer说 是这个双方都满意 一方面的话 他比当时 这个McCasey跟民主党所达成的 这部分少了很多 以后但是的话 有很多像军队的经费 这个8000多亿 还有这个非军方的 这方面的费用的话 双方也做的妥协 所以这个部分很有可能 他说一个礼拜之内 这个两院会通过预算案 避免在1月19号 这个没有预算的情况之下 政府会停摆 会关门 当然今天这个国会 服务之后 这个自由党团的 这是属于保守派的 共和党保守派的 强硬派的这个部分 他说他们对Mike Johnson非常失望 他说你现在这个 我们当初要求你 就是要不要跟民主党妥协 你现在的话 一旦是妥协的话 你跟McCasey有什么两样呢 所以现在这个像这个民主党的议员 已经召开记者会 他说我们不会让Mike Johnson 来通过这个预算案 他们要求要做很大的 这个民主党还是不够 样部不够 并且在边境问题 还没有办法一个具体的措施 因为Mike Johnson 他本人也带了 共和党党团到了边界去 知道每一天都有上万的 非法移民涌进美国 而现在这个预算案 没有在移民政策方面的话 这个来解决问题 就通过预算 那这是对共和党是一种 这个是不应该的策略 所以从目前看起来 当然对Mike Johnson来说 如果是政府停摆 有没有可能民众将政府关门的事情 怪住于共和党呢 会不会因此而影响到今年的选举呢 所以对Mike Johnson来说 他也要非常慎重 不过从目前来看的话 这个保守派 共和党的保守派的话 是对这个预算案 是非常不满的 另外一个案件的话 今天Ashley Bobby 她的家人正式向 让联邦政府提出了这个三千万的求赏案件 Ashley Bobby 住在辛迪亚哥 在1月6号的时候 她自己飞到这个DC去参加了游行抗议 而在这个要在 Nancy Pelosi 议长办公室门口 也成群人就要冲进去 她是在里边 在里边 她自己双手都没有拿任何工具 也只是在人群里边 没想到的话 这名Lieutenant Byer 这位黑人的这个警长 他也是个Lieutenant 也是属于小队长 从里边开枪打了出来 这个打过程之中的话 这个推门的人没打中 而打中了这个Bobby 当然这个Ashley Bobby 她自己只是到DC去和平示威 而被这个打死 而被警察开枪打死 所以当时她的妈妈 这个曾经游行示威 以后两度被警察逮捕 因为她这个违反了 她到国会里边去 要求起诉这位警察 还有起诉Nancy Porosi 但是这个警察并没有理会 说她没有她妨碍程序 而两步将她逮捕 但是检察官都不敢起诉她 因为毕竟她这个女儿 这个无端的被枪杀 而警察开枪的警察 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 当然要告联邦政府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将任何一个联邦 告州政府联邦政府 或者是地方政府 在半年之内 你必须要向这个 向联邦政府的话 好像政治部门递交索赔的要求 而法律上面对政府的部分索赔的要求 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什么时候将你汇报 而你在半年之内不提出 向政府的索赔 那基本上你就没办法向政府 这个提出诉讼 只有在政府拒绝你的申请之后 你才能够提出到法院里面去告 这个案件拖了很长时间 然后终于这个联邦政府 不愿意承担责任 也没有起诉开枪的这个Bio 他说Bio的话是属于正当自卫 当然正当的自卫 往往他自己这个 这个如果是Bobby Ashley有对他做出任何威胁 他可以正当的自卫 但是的话他门这个 闭着眼睛来开枪 以后而导致示威人士死亡的案件 他不应该构成 不应该是这个正当的自卫 正当的自卫 我们经常打刑是知道 在你死我活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保护自己的安全 或者是自己亲友 或者他人的安全 你可以采取致命的手段 当然他现在 他的攻击者 必须就是施暴者 对你构成的威胁 而这个案件 很多人觉得不满的话 Ashley她并不是施暴者 她不是个暴力人士 她只是跟着游行队伍 以后进了国会山庄 你这个警察 以后没有查明情况 就从里边的话 向门外的人开枪 这种的话是胡乱开枪的行为 应该是构成一个鲁猛行为 鲁猛开枪 应该要承受刑事责任 虽然的话她不是针对Ashley 来开枪打 但是的话就像民众 在过年过节向天鸣枪 那子弹会掉下来 在加州这类的话 这个鲁猛开枪 也是一项重罪 而这位警察 虽然没有意图去伤害民众 但是的话 她没有在 把Ashley没有构成威胁的情况之下 乱开枪 而打死的这个Ashley 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也是双标的 当然这个家属来说 她只是游行示威 要求神之以法 现在目前司法体制下来了 只要是共和党和川普相关系的 他们重追猛打 而是对民主党的这些人 包括Hunter也好 还有这些杀害Ashley的人来说 他们往往的话 睁眼闭眼 所以唯有透过法律的渠道 希望的话能够告赢政府 得到必要的赔偿 这样子的话 为Ashley讨回公道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